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周六,周末 然后呢,一大早出去去市场买菜 然后这个市场有很多新鲜的那个草啊,那个香草啊等类的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大堆的蜂蜜苗子 然后各种香菜,各种什么萝叶什么的 都可以种的,在家里种的这些东西 而且价格真的很便宜 这么我们这么大包小包的买了才好像二十欧不到吧 就是一盆大概两欧左右 反正我买了好多好多,然后拿回家去种 然后小朋友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草啊香料的 他完全不知道什么什么 但是他就是好奇这样子 然后买了那么多之后呢 我们就打算给家种到第一次的那个盆子 这样子呢,有些因为比如说是类似 不合的,就是必须要单独种 因为它们太会长位子,然后生长得很夸张 我是买了两种不同种类的不合 现在在种的 然后它们整个现在的一阶段就是疯狂的在长当中 所以不合根本吃不完 但是它们要两个要分开中 不然的话你家草地就是全部都成了不合的草地 然后我们家之前右边种的这个种植香 种了很多草莓 然后左边呢我现在把它理出来 然后放入新的那些种植蔬菜的那个土 好像营养好像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么一大袋也不是很贵 好像买过来六七欧吧 然后就两大袋 然后再加一下我们那个院子里的土 大概就够了 就挺大的 一米二乘以八十框 对 长是一米二框 是八十厘米 小棚这样种植香 然后把土松一松 我就可以把它们种下去了 左边我种的是好像是番茄苗子 然后这边第一个种的好像是香菜 对这边的香菜好像不怎么吃 反正我们觉得在自己家里种香菜 真的是很方便 然后种的是罗勒叶子 这个就是配合意大利面吃 真的是非常的香 意大利菜里最重的一个调料品 香 这些都是番茄 这是香菜 这是Basiliq 这空的地方呢 下次种点 其他的 好 草莓 这些都是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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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Basile 香菜叶 菜 接下来呢 这个菜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我是在中超买的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但这个菜真的我第一次吃 它就是有一种麻辣的口 不是辣就是麻 它真的是把嘴巴麻住那种感觉 很口感很奇怪很奇怪 就是我第一次吃不到它是这种菜叶子 所以大家能够避免就避免买这种菜 如果吃火锅我觉得还好 就是有辣味的火锅 再加上这个菜叶子是麻的 可能会有麻辣锅的味道 但单吃这个菜叶子 我们真的很崩溃 然后又是超大的 你看一袋子 然后就全煮了 根本吃不完 我们还想吃第二次就很 就放汤里那种吃 但是蒸不了下不了嘴 因为你吃两口 嘴巴就麻了你知道 就是那种很恐怖的那种麻 所以大家尽量就避免这种菜 中超记得买自己能认识的菜 最好了 然后这道菜吃得难吃之后 我朋友又给我介绍了一种腌萝卜 我说腌萝卜应该蛮容易吧 也不会太难吃 然后就开始搞起来 发现这道菜也是超级超级难吃 后来我就把那个水腌制的水倒了 然后再重新腌一遍 然后这个呢好像我朋友是那个抖音上的那个分享的视频 主要先把萝卜切成这样子 不断的两面 就是这样的那个支流保留在里面 然后先把萝卜腌用盐腌一下 把水腌出来 好像我腌了 我腌了一下午 然后之后调料是好像是三勺的醋 加上五勺的酱油 一勺糖还是两勺糖忘了 然后再加那个冷开水把它那个稀释 不好意思手抖了 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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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试一下 然后就把萝卜泡进去 好像还要在冰箱里冷藏大概四五个小时 还是两小时不知道 但就是让萝卜那个把那个料腌进去 反正是这个口感真的是又甜又咸又 我老放辣椒还要记得放辣椒 我是放了干辣椒 稍欢咸 好 看上 ass 哦 你愿 конечно Santa 好漂亮 很漂亮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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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姐姐过来吃一下 好嘞 姐姐 好嘞 姐姐 还粉 又是我 异肥 呃 我才会 всем 很滑 切成一块 切成小块 一块 豆腐 切成6分 12分 然后呢就撒上盐胡椒调料 就是最简单的调料盐 没什么好像其他调料 那个红对 然后呢我就放烤箱里 大概烤了十分钟 就让它的表层就硬一点 这样子我就可以让那个煎的时候 就比较好下手 不然的话它就会碎掉 然后我放简单一样 然后放锅上煎 最后把剩余的蛋也全部倒到锅里面 让它煮 然后放入酱那个料酒酱油 呃这些调料品 就是味道其实还挺不错 外焦里嫩 就是因为烤过豆腐外面有点脆脆 然后又煎了一下 里面真的是很嫩很嫩 最后又炒了个各种蔬菜 西兰花配萝卜 然后配点有什么肉 然后最后我们的甜点呢 就是这个冰淇淋里面是 呃 是焦糖味 对 这个叫 还挺好吃的 很酷的 你应该想要吃吗 蜗糖味 你游放了 你游客在冰淇淋里面 是的 是的 好像 你相信吗 ת加雨 再来 啊 很濃郁 很濃郁 你不想吃嗎 我不想吃 黄菱,我們同樣的同樣 你不想吃 一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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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更新的 為什麼 可能因為它是更新的 我看起來是更新的 比我第一次吃 是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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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tub boobs 是凍 jest凍 就是我手 那圍 在正面Gebra um 是凍 都是凍 是嗎? 她還沒拿著照片 不是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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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快就結束了嗎? 確定嗎? 媽媽沒有看到紅耶 紅都沒有看到耶 你給我看什麼 今天的新菜就是烤土豆 就是這種炸土豆 但是我們是用烤箱去烤 就油少用一點這樣子 相對會比較好吃一點 沒有那麼好吃 油炸的還是比較好吃的 然後今天的主菜式就是漢堡包 好吃嗎? 好吃嗎? 這比你臉都大了吧 烤漢堡包 好吃嗎? 好吃嗎? 耶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這是芝麻 芝麻 阿姨 阿姨怎麼 我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牛肉把它煎一點 我又放了兩塊蒜 然後麵包呢 我們家家使用的烤麵劑 漢堡機烤的 然後塗上奶酪 這是我們家自己的特色 奶酪 還有Moudard的 有點辣 小辣 法國式的辣椒 不是辣椒 然後塗上番茄醬 反正就簡簡單單的塗一次 有點味道就行 菜葉 番茄 然後最後放上 煎好的牛肉 加那個蒜 其實蒜就是煎完的蒜 好好吃 但是我第一次發現就是漢堡包裡放蒜 其實還真的很好吃 最後我忘了土豆 烤土豆 攔它 吃飯 我沒有吃飯 還有蠻難的 要不要吃飯 在煎餅 那邊看 看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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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吗 土豆也要吗 今天视频的最后一道菜就是煎鸡蛋加葱 鸡蛋炒葱 葱炒鸡蛋 反正就是这么炒 味道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 又简单又香又好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拼命好菜 就家庭版的好菜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馄饨 其实这个馄饨皮就是中超买的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然后碎肉是这边好像没有卖碎肉 我们家是用香肠里的碎肉拿出来 然后搅拌葱这样子弄起来 然后我的包法其实就很简单 周边就是涂上水让它包得更紧一点 然后在角落里再涂 然后两个折起来 就是一个小包骨 满满骨骨的包那种 很简单吧 吃的时候呢可以是煮成汤 我们家那边是汤 汤圆 混沌是汤的那种形 也可以炸一下 就是那种脆脆的那种香果 反正是这个馄皮就长得很脆 起来很棒 好了今天视频都知道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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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